東奧賽場台灣羽球選手表現亮眼 林洋佩男雙奪冠 戴姿穎拿下女蛋銀牌 周天成闖進八強 王子維殺到十六強 他們在奧運上的精彩球技 渴望在台北登場 只要等世界羽球聯盟 下個禮拜發公告確認之後 台北羽球公開賽 就將在九月七號到九月十二號 在台北小巨蛋來閉門開打 這次全貨戴姿穎在二零一八 台北羽球公開賽 對上丹麥科斯菲爾德 打完三局成功逆轉勝 也讓小蛋拿下第三座 台北賽的女單冠軍 而羽球一哥周天成 二零一九台北賽 奪下男單冠軍那天 總統蔡英文也到場關賽 小巨蛋觀眾席全坐滿 都是為了來幫台灣好手加油 輸了就是在練 練到比別人搶危機 你要坐著都爬起來 二零二零台北羽球公開賽 因為疫情停辦 今年世界羽聯賽事 八月份比賽全取消 冬奧後最近的一場國際羽球賽 可能就是九月的台北賽 包含男單第三種子 印度斯里坎特 女單第二種子 泰國戳楚翁 以及混雙第一種子 馬來西亞選手 都渴望來台出賽 他們現在有來申辦 也就是說也准了他的防疫的計劃 外國選手入境之後要先隔離五天 然後在每二四六八時裁檢 以前表示國外選手 這晚九月一號就得來台 包含選手教練和大會人員 兩天至少裁檢一次 也會嚴格規定行動 至於沒有賽程的國外選手 得在四十八小時內離境 比招奧運模式高規格防疫 TVBS新聞 張超豪 黃俊瑋台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 等你喔